有話直說一分鐘 近日有傳媒家人士披露 去年國慶期間 路政署曾就粉錦公路登署懸掛 1,000多面國旗一試 向提出次申請的市民團體收費 每面國旗每日需要收取6元檢查費 加上2,000元申請費 最終賬單總額超過14萬元 經本地社團與立法會議員多方協調 路政署最終承諾會積極跟進豁免收費的安排 並將會盡快處理退款事宜 政府應該就今次的豁免事宜視為契機 推動豁免全港範圍內懸掛國旗行政費用的相關流程 令到更多愛國愛港市民 可以更為慵容地申請和懸掛國旗 表達愛國情懷、增加社會的愛國氣氛 首先,費用方面 路政署等相關部門應該盡快和立法會展開溝通 利用前廳交流會等新增機制進行高效交流 研討從公帑之中撥出專款用於承擔本地國旗的日常檢查和維護 減少愛國社團和個人的經濟負擔 此外,政府應該加強對本地國旗願誇狀況的日常巡查 並通過加強路政署和其他部門的聯動分攤相關工作 今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 在剛剛過去的七一慶典期間 不少地標建築都掛上國旗 為一國兩制在香港25年的成功實踐慶祝和喝彩 而還有不足3個月就是國慶日 屆時香港人掛國旗的場所相信更加廣泛 國旗旗是國家尊嚴的象徵 亦是香港市民熱愛國家 融入國家的赤子之心的最佳體驗 政府應該盡快為這一種情懷 掃清經濟和制度上的阻礙 鼓勵更多市民自發樹立起愛國精神 如果大家對這議題有任何意見 可以告訴我們再見